照做稻肉片的稻田 整片羊苗呈现枯黄的现象 不但影响羊苗生长 将严重影响七八月份稻谷的缩成 改良庄表示这几个月天气变化大 气温忽冷忽热 非常容易又发到的病 那随到在这种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在最早期的时候 都会跟呼吁农民说 你在插秧过后大概五十天左右 看天气的状况你就赶快食药 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这个阶段错过了 可能就会因为天气的状况 你就比较无法去掌控 然后就有些病 他就比较容易这样一发 就比较不可收拾 县福表示发生稻热病现象 除了个人田间管理之外 秧苗的品种几次匪方式 也都会有所影响 因为稻热病 这个是属于个人田间 这样一个管理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也非常关心 政府每公顷有补助三百块的一个 房治的一个药剂来申请 让自己的稻热病 能够很快的取得一个 有效的一个控制 目前玉里地区的水稻 正是分破期 是稻热病的耗发阶段 改良厂提醒农民要加强田间管理形势 及早防治措施 政工所也提供三种稻热病的防治药剂 每公顷最高补助三百元 接着法务的华联运理 采访报道